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好,回到第二節,我們剛才第一節遺漏了一件事,沒有跟大家說 Simon,你覺得王俊的賽日表現如何? 表現相當稱職,我們事前都叫大家留意一下,因為他那天坐騎的實力明顯是好很多 我覺得他的表現也設合了預期,也贏了馬,也有比賽 好那些就繼續好,但明天的馬好像都挺考牌的感覺 譬如我說什麼,師傅給了一隻瘋狂不露,這隻馬整天都騙來騙去都不規矩 另外外線坐騎,譬如盡彩都不是異期的馬 明天的排面馬就沒有那麼簡單,尤其是他剛贏的那天 那天大部分坐騎都是放頭和跟馳,後上馬就像你所說,始終有點考牌的感覺 盡彩要後上,然後勝利寶石要後上,妙感又要靠一些奇功發揮 再加上,馬沒有打得踏,風煌不露都說過,不要算他本身的跑法會內閃外閃 跑田草本身也打了折扣,但我自己稍稍看好像會多回個機會 始終還原基本步跑直路賽,我覺得減這10磅有些幫助 我也覺得是 所以看看,明天頭場贏不了,應該沒什麼機會贏馬 如果剛才我們數了四隻,贏到一隻都怕爛手,我覺得近那隻是第四、第五 入三甲機會都好像蚊少少那隻,你是否這樣看 我自己都後期中一隻,不過大家就留意第三節節目,我再推介給大家 好,我先走,先來,剛才我們第一節都說過,有泥有草的 我先選一場泥地給大家看一下,第二場五百一千八百米 你看看那一組,有沒有什麼馬放呢? 都是有寬笑去放的 但我選的那隻馬,就有機會放在前一點的位置那裡跑 即是一號,萬霸區 你看12月,蘇紹輝好像打醒了那隻馬之後 想著那隻馬慢慢會起,再出那場千二 我記得Simon也選過了 當時我還說,喂,後上千二,追不追一切 第一節有看節目的朋友都說過 喂,沒什麼可以追,十二月打後 基本上真的只有追字 你看那些實力指標,金地飛客,威力熱流 還有威勢之寶那些,就追來追去只有追字 即是好像那些女生收兵那些,就只有追字 追來追去都是贏不到的,即是類似是這樣 他那個第二名,我覺得出色的,再出那場千六米 開始看到有些走勢,不如看那條片他怎樣跑 現在三疊,全程都走在三疊位置那裡走,都蝕的 隔壁有些什麼,風煙四起,前面美麗之友,隔壁紅眼罩,瑞德科 大外檔,紫眼罩那隻是教主 駱山這裡開始發力,前面紅帽那隻風煙四起都逆步逆趨 你看看這隻馬,出爐鐵來的,很大力載下去才有反應 還要是慢慢慢慢踩踩踩踩踩,即是一隻持久力比較長 要持撻的馬,他不是後面那些,即是噴一聲上來 那一類型的後上馬,你看看他,由頭到尾都是追點追點追點,他不爆 但那一場,因為風煙四起,撿過多不錯的當位 變相他跑的位置回來,叫做不過不失 其實如果那一場轉之友,當位不是那麼差,其實他可能只有第四 都有機會 好,回來先,跑完那一場,想想,啊,均速踩踩踩踩,會不會千八又好些 那一場千八米,我自己都有品提過,但是表現就一般 看那一場怎麼跑 其實這裏跟著共創更好,綠色衣服,藍衣服這隻 外面紅眼罩,永觀大盜,你看看他,打下去,其實有些,即是跟剛才那條片一樣 不是很爆,又不是很斷,其實這場,我對他的表現都有少少失望 看我旁邊,這裏一路騎下去,其實那隻金絲雷將,紅帽那隻都沒有 但是他追來追去,由一個馬位,追極都是差半個馬位 不過前面那隻就走一左無一趕,那他跟二三名,理論上都沒有怎麼脫折 好,可以回來,埋門再看多貨集,那貨集比下去又是不多 當然你可以賴,一千二百米的泥地集,再加上那一場戴著眼罩 這次三個變數,蔡明紹變史卓豐,我相信硬弓質下去那一刻會吃得硬些 當然你問我,我當然最喜歡羅里亞或者國能這些,重磅得來又大邊大邊車下去 對這些馬真正有幫助,不過我想史卓豐都可以調升評級 再加上下了五班跑,和這次沒有戴過開門眼罩,改戴頭罩 在部署方面是有少少不同的,這一組對手,你對下我,我對下你 厲害的都上班,不厲害的就繼續留在這裏 你看這一組,除了他之外,沒有一隻是落班跑的 之前一直都是跑五班,糖水滾糖魚的賽事 希望賺少少班底,這隻馬有機會跟前少少走,看看做不做得到 剛才也說過這場放頭罩不多,我自己也是熟義那隻有歡笑 看看他贏馬那場怎樣贏 獨孤一美,那場執過好的檔位,毛顯冬輕飄飄 黃色衣服那隻,擺前面走,你看你追不追到我,我自己先戴掉 後面你看看,藍眼罩,富貴榮華,藍衣服那隻架勢 跟著還有那隻好友米,戴著黑帽那一匹,全部只有追字 當然那場的架勢,富榜比較重了,來回差二十幾磅 這兩隻馬,變相他自己賺了一條有利的跑道就贏了回來 基本上他殺雀都是擺前走,希望泥地如果對的都有機會 可以回來,贏完了再出跑場,都是瞄準跑場谷草千八 這隻馬,馬房比較少那些三母曲,轉場增程改配備 但是那一場都很失望,看看那一場怎麼跑 現在黃色衣服這隻,跟了第二位,次面荒頭,威震天,旁邊是金喜足球 你看下去,騎馬要退的,是否隻馬有問題 首先跟大家說,麥菲文馬房的確是很少新勝馬再出打打好表現 沒有記錯,非霸龍系,安喜系,再數,數不到 另外一邊廂,你再看回那場的斷速,因為他排了十一檔 其實早段投了四段,威震天,比哪段時間快超過一秒五 那你這隻有歡笑,過往是攝下攝下不是放頭走的馬,跟散了 所以我覺得這場的敗跡可以抹去,可以回來 都跟大家說過,其實這隻馬在狐心馬房,泥地起家 看看這次跑泥地,這隻馬會不會有些自然不同的表現 那這次是想一層,無險東騎不到,因為受傷的關係 換個背湯尾,但是這隻馬減榜有好少少 我覺得再加多這幾磅上去,壓力就會大些 因為他贏馬那一場一零幾,現在都說到一百二十磅 對他的負擔都有少少影響,但是你說 泥地剛才第一節都說過,放頭賺了很大的優勢 這組沒有馬放,我覺得他跟好性格 要是他跟好性格,要是跟好性格,兩隻馬一起放 但是這兩隻馬不會放得快,我覺得在五班 這隻馬都有權打釋,繼續選他 再來就是開心美麗,上手馬房在前面段段快 慢之下贏,上季贏了五班,之後跑起來一注賽 安排轉馬房,轉去呂建威馬房 連跑法都轉了,變了後追,贏了那場固然出色 你看上一場怎樣跑 這個馬房打釋,跑得好的馬都是不多 今季只有一隻馬連接的就是金碧輝煌 這隻開心美麗是五班,五班馬 穩健性就更加談不上是很穩陣的馬 你看看他今季最穩健的那隻金錢炮 贏完再出都是跑的 看這隻開心美麗又怎樣 粉紅眼罩在外面 一路跟著那隻保鏢又有型,這裏看空打下去 看他好像那副摩帶又是比較撻得慢些 但五班的水準你又不能夠苛球 彭彭彭升上來,適彭那隻就不是五班馬 前面那隻勁飛寶寶是貼籃省位贏的 第二名那隻珍珠王也是早段貼籃省位的 他第五名,你又不能說太差 給大家看看魚勢 看看魚勢,粉紅眼罩那隻 過了終點之後還有些 又不是說逢一聲過得完 但又不是說過了終點即刻停 因為我經常見馬去增程 我就會看他上一場沖過終點之後 魚勢是好還是不好 可以回來 過終點之後可以穩步上前 坦白說我覺得1800米是比較長的 1650米是最好的 不過我們上次做節目 都說過29700多次 五班的路程是很少的 沒錯 又是塞車,你看下星期三 四班1650延遲報名 加入第四報名的馬 有得跑的 五班一場都沒有 沒辦法 這個就是 香港的賽馬模式 就是越來越少長途 越來越少低班賽 我不知道會不會遲些 只有一至四班 我們經歷過 由七班變六班變五班 沒錯沒錯 這個說一定要有五班 沒錯 講笑就這樣說 不知道 但是近來都跟大家講過 五班任何賽程二十幾隻馬報餅 你去到R5 打黃牌都出不了 極之陰功 千八都先跑 既然馬房都沒有什麼 這個路程的馬可以報 讓他嘗試 也是無可口非的 馬個狀態保持到 我希望這些質身馬可以繼續 交到好的表現 再來就是年利進步 其實穩健性談不上 只不過是兩點 莫雷拉再加泥地千八 你看他剛剛落五班 那場泥地一六五零 跑得如何 那場好檔位 洛山已經開始騎 白武這隻年利進步 你也可以留意 黑衣這隻 都認得了 傳統彩衣 魔幻神進 其實兩隻馬 差不多位回來 莫雷拉這場的發揮 真的沒有怎麼錯 前面那隻 滿載而來 走掉了 其實有些 喜之聲 楊毛面枯那隻 跑第二 看我側鏡 他跟魔幻神進 不是差很多 但過來過去都過不了 你看看這裏 一隻馬有的 其實已經有機會 拿到第三 最後 過終點 好像都過不了 魔幻神進 沒有記錯 其實都進了 都是莫雷拉 可以回來 這次十三檔 當然你說 穩健性是更加低的 我只是憧憬一點數據 他跟蘇波羅合作 今季 其實合作過九次 只有一次不入前四名 準成這樣 再加上 這隻馬跑 尼地千八 兩次都入到前列的名次 吃完班底 你看看他對上兩場 谷草 其實你說他輸 撿些衰檔 都不是說輸得太遠 我猜這場都是盡地一波 如果你說都拼不了 我想他會不會想退役 我自己這樣想 因為拼來拼去都拼不了 也挺失望 這隻馬 其實年紀不是很大 是啊 但是始終都是這樣 下來了五班 就很難爬上去 是啊 那看回我這場的推介 好 去一去圖 不要在我後面出現 今集之前有些 訂戶跟我們說 其實幾個號碼 哪隻才是馬膽 我們今集開始 哪隻馬膽說明 而且不是順順把牌 希望會不會幫到大家 你不喜歡 可以把我們的次序 吊亂來買都可以 我自己這場喜歡 一號萬八區做膽 腳拖八號有歡笑 二號開心美麗 五號連力進補 如果你說拖多一隻 剛才看片都講過 魔幻神進其實跟連力進補 差不多位回來的 只不過是他賣門 這隻魔幻神進 3月7日發國燒 然後操練方面 有一點左折 我自己打一點折球 再加上始終 莫雷拉的騎攻 是真的好一點的 所以兩隻馬 始超比獎 魔幻神進 我走第四選 第五選 到了Simon 可以回來了 我分析就是第三場 四班千百米給大家 這場只有十二隻馬 出不足的 就不同五班 其實季尾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是的 十二隻、十隻 高班更加不用說 沒錯 整體來說 如果上馬的數量 就不太多 這個範圍 其實應該不會太闊 不過初步看 其實也是這一場很軍勢 就是一眼看下去 看到的馬 就不會一眼看得到 既然這麼軍勢 我也是向 有少少賠率的馬 著手 難得今場一號馬 這隻牛精輝煌 配到莫雷拉 他不會熱到三、四倍 可能都是六、七倍左右 我覺得 在這組四班來說 已經有可憎之道 因為這隻牛精輝煌 其實一直 從前季開始就一直減分 減到上季尾 在三班的長途賽事 偉達騎過一次 很近的 輸了兩個多馬 那一場跟前 是的 大家都知道這隻馬 成熟之後 應該都是長途賽 但是過冬尼今季 這隻馬 在三班裡面 都是不心急 可能都是想著部署減分 跑到近這兩場 就開始有少少賜養 不過始終這隻馬 都是有少少問題 那我們看一看片 究竟有什麼問題 其實是兩個問題 片是交代不了的 先去一去片 片交代不了 第一個問題 燥底 看七檔那隻 慢 我們可以回到賽事重溫 看看沿途的走位 往前給大家看 這裡在哪裡 尾爾 這場是2000米 幸好那一場非常堅 快放 放到瘋了 這場也是班制紀錄時間 變相 這隻馬卡後追 因為有個快的步速 可能彌補到他 剛才慢閘的情況 沒錯 這場是1800米 跟四班路程一樣 是 看直路 對 整體除了非常堅 其實來去三班1800米 都是那一閘馬 對 貨馬過來 上部覆上 非常堅 藉著地理 地化 他已經走掉了 大家看看 尾爾征輝煌 他在這裡 慢慢後上 一步一步一步 一步上來 基本上 跟你 那隻 勢必跑 放馬過來 差不多位 沒錯 都是半個馬位左右 基本上 這個水平 在三班 是很難贏的 但是 落到四班 已經是另外一種說法 當然 這個第四 也是減到兩分 既然減了兩分 上一場已經62分 2000米 馬防的部署 當然想減一減分 可以先回來 剛剛看片段 那一場 就是蔡明少騎 對上一場 也是派蔡明少騎 加檔位 也是差 就是派11檔 我們都提過 2000米 是很厲害的 但排11檔 這隻馬 也是想減分 那就有好處 我們看一看片 出集 其實都有問題 上次跟大家說過 打比大賽 整個班 都告訴你 當日 跟前走 是佔有很大的優勢 當日 除了打比的平海 復星 可以後上贏馬 之外 全部都是跟前走 留意一下十三檔 他本身後追 你都知道 結果是怎樣 再加上怎樣 讓大家再看一次 好片 不妨一看再看 隔一格 像袋鼠般出集 袋鼠 兩隻腳 不要立地成佛 不出集就慘了 美麗日子 你不出集 2000米繞一個圈 過終點 你要移開的集商 關一鐘取消賽事 你看 這裡 留得比較厚 我們又去 中後段 給大家看 是的 他都是包尾入直路 剛才楊俊也說了 那天第二塊 你看 入直路 這裡 相差八、九個馬位 你想他們怎樣追 沒有辦法 只是圓難省位 加上 大家都明白 他有一些必須要的任務 就是 減分 是的 減分 不要跑那麼近 但是馬 拉士 騎士都要撿幾步下去 試一試馬 有沒有反應 前面的馬已經走得了 他在這裡都逆暴逆 追上來 大家要記得 前一場 他還拍著 視聖意差不多到終點 這一場 視聖意 也是瓦軍 在他前面 你看看 代代為王 你說他也有點失劫 灰馬一號那隻 喂 大哥 那隻喜歡笑 都報了名口 打了比 你和喜歡笑 都叫了差不多位回來 可以回來 這次 諾斑 立刻配莫雷拉 很配搭 馬小長途 即是千八米 追 我覺得 更好 比放頭 一點 因為要放到尾 是一點都不容易的 最難得就是這隻馬 今次陪的 應該可靠 你經常都說 三落四個 紅球很大 沒錯 你首飾大帝 那條方拉 就是想法 放下來 這裏都可以 還有 季尾都說過 很多馬 體力可能會佔一些大的優勢 那你這隻馬 你用得多少力 沒錯 沒錯 所以 他下班 對著那些 經常四班 街坊打麻雀 都選了他 至於配角方面 來去打麻雀 那些馬 全部都對過了 對 基本上一條片 都可以告訴大家 我先說了馬名 其中一隻 就是四號的共創更好 七號的開懷大少 以及十二號的有形彩 這三隻馬 基本上 在前一次賽事 大家都對過了 就是開懷大少 贏那一場 我們就看回那段片 因為我覺得 那一場的水準 其實是不錯的 那一場是千八米賽事 逐隻說說 綠色衣服 波舌位的共創更好 忽然間放頭 那隻有型彩 粉紅眼罩 然後 沿路三碟 黃衣服 藍眼罩 這隻是開懷大少 對 整體都是 奸光打麻將 這場就 少些落斑的馬 開懷大少 這場是贏的 安上人 亦都是潘頓 這次 那一場是十三檔 這次排一檔 正常來說 機會依然是樂觀的 值得再提 內側 一隻共創更好 一隻有型彩 基本上 這裏 他們被一些馬 蓋過了 外邊還有一隻 起營運 還在衝上 但是大家看 內側的兩隻馬 兩隻馬 其實實力很接近 而且馬很暗 大家又看回這一場 基本上放頭馬 其實很少 除了掃料起之外 就已經 肖慶威威 肖慶威威 有時候都會 後上擠一段 轉彎彩合 上一場都是這樣 所以 有時候都很難猜 它是甚麼跑法 我們回來 基本上 這三隻馬 其實實力上 我覺得 都是很接近 剛才看這段影片 都知道 大家都是一個馬 位置 過終點 有型彩 也都是 如果說 那一場的評級 來說 其實 共創更好 是最好的 但是再出 他表現了一些失望 不知道是否跟學禮華 騎 不太熟 有些關係 那一場 也是打比賽 日 也跟大家說過 留在後面沒有運行 你這場馬 老實說 厲害的神組贏了 你死鬼減分下去 四班都還是這樣 沒錯 他跟勝利專家 威力東 朋友 大摩不知道為何 今季成績這麼差的原因 就是上季 你對他的寄望十一 會連節連升 那些馬 就連降連下 都未贏 只有多熊你贏 那些側身馬 你自己看回 就是這樣 接牌六檔 希望他不要留得太後 最重要就是 有少許賠率分 有型彩 都要猜他 究竟是否想下班 但是 楊進也說了 下班 你分分鐘 沒有情報 馬房 可能都 要想一想 所以這一場 你還是拖回他 他有機會好像勝利專家 勝利專家都試過 我們打算他下班 誰不知 千四都動手 只有一個批也好 但是那個批就會很好分 最後看回開懷大少 也是要選擇的 因為那場為何是高瑞進呢 贏完之後開懷大少再出 是沒有掉落的 我們先看一看片 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這個馬房 新勝馬上季到現在 剛剛爆了籃 那隻近次騰雲贏 之後呢 數得出的 電子群英 他 另外還有一隻叫關健康 是再出入了批 你想想 那種小的情況 是小成怎樣 那這場高水準 跑過2000米 是啊 也是潘頓 已經加了分 究竟大家都是擔心 我加了分 會不會飽 但是呢 他呢 一來又增程 贏馬 我們都經常說 贏馬 增程 兵家大技 不過沒有啊 長途賽 你迫著是這樣的 是啊 基本上呢 已經足夠了 至少證明呢 他贏的那場 也是高水準的 可以回來了 這隻馬 即是神粗都保養得很好啊 潘頓都沒有掉過手 所以呢 這隻馬都是四平法穩 一定要選的 那看回我的提示推介 那第三場我的推介 半冷膽 其實有少少賠率 就是找1號的劉晶輝王做膽 腳拖4號的共創近好 12號的有型彩 和7號的開懷大笑 好了 那第二節的時間來到這裡 我們專門再跟大家說一下 另外兩場推介